HELLO 大家好 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上次我們開箱了TOPMORE的漫威隨身碟還有SSD 那印象相當不錯 不過我一直對於一款產品念念不忘 那就是指紋辨識隨身碟啦 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很喜歡看碟爆片 覺得指紋辨識真的超酷的 所以只要有指紋辨識的產品 在我心目中都是加分 因此我的手機才會選擇iPhone SE 而不是iPhone 11或者12 絕對不是因為沒錢啦 回到正題 雖然我是沒有什麼情報要存 但是我還是要來體驗一下當特務的感覺 唉...11月真的是一個很適合購物的月份啦 前陣子我又腦波已弱 一次入手兩款一樣是漫威授權的 鋼鐵人指紋辨識隨身碟 一個是64G 而一個是16G 一個留下來自用一個拿來送人 看官網的話一個是一代一個是二代 一代還有另外一款美國隊長的 而二代的另一款則是蜘蛛人 我猜可能是鋼鐵人特別受歡迎 所以一二代都有他的身影出現 首先看到外包裝的部分 兩代的外包裝幾乎一模一樣 外面印有復仇者聯盟 和鋼鐵人的LOGO之樣 差別是一代的字有一點燙金的感覺 而二代就是平面印刷而已 盒蓋為磁吸式設計 打開之後整個包裝盒 就如同鋼鐵人的展示櫃一樣 將隨身碟展示出來 再來我們先看到第一代的本體外觀 整體的配色就是鋼鐵人最常見的紅加金 塑膠外殼加上紡金屬烤漆 整體質感不差 個人覺得本尊比照片好看一些 上漆算是相當的均勻 正面的上方為指紋辨識區域 中間方舟反應爐的地方為讀取指示燈 背面上有Topmore的字樣 底下有一塊黑色部分是霧面材質 而非像其他的一樣是金屬噴漆 感覺有一些毒物 如果一樣都是金屬感的噴漆 應該會更好一些 但整體的視覺感還是相當不錯的 二代的隨身碟相較一代就沒有那麼搶眼 和紅色的塑膠外殼加上部分線條 一樣正面上方為指紋辨識區域 個人覺得二代勝過一代的地方 就是指紋辨識區比一代好按一點點 點 因為周圍的殼比較薄 所以以大拇指按壓的話 我覺得二代好按一些 當然假如說拇指比較小人 應該不會有什麼感覺 如果喜歡它有外觀或是想買蜘蛛人款的 可以考慮二代 我自己是喜歡一代大於二代啦 因為一代除了有紡金屬烤漆之外 整個外觀造型也更加的凹凸有致 更像針著鋼鐵的鎧甲 我同時的Enter也是這麼覺得的 雖然說一二代本質上只有外觀有差 但一代的外觀設計 在我看起來真的是亮眼許多 我以64G的一代隨身碟作為示範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可以看到隨身碟裡面有一個軟體 我們把它點開來安裝 安裝完後開啟 可以看到要先第一次的設定指紋 設定好之後關閉程式 可以看到隨身碟裡面出現了一個 使用者資料的檔案 放心這個跟你的指紋無關 它只是記錄使用者的名稱 還有程式的一些設置而已 刪掉也無妨 值得注意的是 剛插入隨身碟時看容量只有32G 我還認了一下想說是不是包裝包錯了 但當我把手指放上去 一切的案情就明朗了 將手指放上指紋辨識區域之後 當指紋辨識成功時 它就會跳出你的加密詞區 我看了一下磁區大小為32G 也就是說出廠的時候 它已經將64G分隔為加密 以及非加密各32G 無法自己更改分割配置 這個設計有點像是指紋辨識通過之後 再插入一個新的隨身碟的感覺 到裝置管理員以及磁碟管理看 都像是兩個獨立的磁區 這樣的分割設計還蠻特別的 可以在正常區域放一些一般的資料 而加密區域則是放一些本該放在低潮的東西 恩 我是說重要的資料 再來這個隨身碟的本體外觀並沒有直接的標示容量 我猜測在設計時可能是想說不知道的人搞不好插上去 看到未加密區就以為是全部的檔案 以此降低盜用者的戒心 另外這個隨身碟一共可以存放10組的指紋辨識資料 看你要1人10隻還是10人1隻 設定為主要擁有者的人 也可以主導其他使用者的存取權利 例如說主管將自己設為管理員 那底下的人要是離職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將他的指紋辨識資料刪除 然後再讓新人加入 官網也提到了 經破壞感應器資料將無法存取 即便送回原廠也無法取出 安全性接近100% 大概就跟很多電影情節一樣 唯一的漏洞就是加密者自己本身吧 就算已經看過很多感覺上 比指紋辨識更高科技的東西 但可能真的是因為碟爆片看太多了 指紋辨識對我來說還是有非常大的魅力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指紋辨識的玩意 那我推薦可以買一個16G的來玩玩看 每次要打開加密10G前都要先掃描指紋 真的是還蠻爽的 要是以後出現什麼臉部辨識隨身碟 那就真的超酷了 不過臉部辨識的資料量非常大 如果要足夠的安全 那就意味著運算量也要變得非常大 應該不會有廠商想要在隨身碟裡面 再塞入一顆微處理器吧 重點是隨身碟插在電腦上 每次要開啟的時候 臉還要探過去給它掃描 感覺真的是很搞笑 好啦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Enterbox 想看什麼內容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到我的頻道裡面去看看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